Hello 大家好 我们现在位于捷运台北车站 准备要前往崇南书街那块区域来前进 因为我们前阵子是在网络上有看到 中正区举办的2020历史度国节 5月份是主打即章活动 那些有网友就分享了那些印章的图样啊 觉得非常精美 很适合保留在我的即章本里面 所以就特别提出了空档来寻一下 跟着我一起来开始城市走跳吧 2020历史复活节城内古迹寻章 即将时间是5月1号到5月31号 地点是城内商圈的20个店家 还有台北市中正区的古迹场馆 宣传品兑换可以在5月1号到6月5号 星期一到星期五的8点半到下午5点 前往中正区公所兑换 MING PAO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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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成果 好那我们这20个招呢 分别是有 还有专卖局 那这些印章的设计非常精美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说 中正区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古迹存在着 比方出场是总统府啊 还有监察院 以及这个台北宾馆 他们都是属于国定古迹 那像建国中水的红楼 它就是市定古迹 我大部分的话 因为没有什么目的性的话 大概不太会去那些地方 其实有可能是你有经过过 但是没有注意到它存在而已 哪有可能 那其实要去这么多的地方 走跳啊 搜集那么多印章 其实还蛮不容易的 我觉得啦 搜集完之后有什么特别的奖励 或是比如说一百万吗 没有 银行户头没有多一百万 不过呢 心灵里面的富足感 是超越了这个一百万的价格 心灵的满足也是很重要呢 那其实呢 挤满了六个章之后 就可以到区公所去兑换赠品 我现在就来开箱 这个赠品是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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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背背 背背 是历史复活节的马克背 它上面印的是 历史复活节 中正有意思 但听说是限量的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些东西 哦 其实这些美丽的建筑 还蛮适合做成这种文创产品的嘛 印上去就美美 而且这一次活动里面呢 你只要有集到台北邮局这个章呢 就还可以再换一个这个邮票 你看它是台北的北蒙古机邮 是不是很紧致 不过这应该也是限量的包装 没有错 还好有提早去换 这真的很棒很棒 这让我想到我们家以前有成堆的美丽及邮策 有机会再来介绍给大家 那其实这一次活动呢 还有另外一个线上集装 你只要有下载它的手机APP软体就可以参加 所以这两种集装方式你只能选一种了对吧 两个都可以并行 只是呢 因为既然都要去走跳了 那我还觉得盖在纸上 比较有那种参与感 那这趟集装之旅呢 因为有20个地点 所以可以先看一下地图上 要怎么样规划路线比较顺 才不会太辛苦 特别要注意大概就是 放置硬张的店家营业 时间避免突攻 我们从捷运台北施站的Z10或Z8出口出来之后呢 会到重新南路一段 先前往黎明文化盖第一个章 第二个章是到三明书局 再来我们可以过马路到对面的国华堂盖第三个章 接下来先前往武昌鞋的一段的方向 右转到明星星点咖啡盖第四个章 过马路到对面的城隆庙盖第五个章 接下来是到陶板屋盖第六个章 第一眼镜盖第七个章 再来可以到对面的天龙文创盖第八个章 而且同一栋楼呢 还可以到紫围师范学院盖第九个章 盖完之后就可以左转到 Bin Dare Cafe盖第十个章 旁边天龙资讯还有第十一个章 盖完之后呢 可以到园林街的点石斋图章店 盖第十二个章 再来是到园林协房盖第十三个章 然后呢我们再前往恒阳路的方向走 可以到和泰大药局盖第十四个章 上海联合药房盖第十五个章 第十六个章可以到全箱茶庄来盖 接下来盖到第十七个章是在 卓立太学餐厅 我们继续往博爱楼的方向走 可以到华阳照相材料盖第十八个章 最后再沿着汉口街方向走到 中华路一段之后呢 就会看到概念电器盖第十九个章 这样十九个地点呢 我们还要再加上到书店晃一晃啊 还有吹冷气的休息时间呢 大概是要花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刚刚这里面只有十九个点啊 那如果我最后第二十个点也想要盖的话 又怎么办呢 哦 因为最后一个点是城中不动产 它只有平日周一到周五有开门 所以我是再挑了一个平日的休假日过去盖章的 那如果要去这个点的话呢 可能要从其他捷运站的出口会比较近一些 那我们谈到中正区呢 它其实是台北市算最早开发的区域之一 在清朝建立台北府城的时候呢 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所以啊像是北门还有台北邮局 以及像辅台这两楼这些古籍呢 都是在中正区里面 那以现代的角度来看呢 这也是台湾的政治和交通核心 局限里来看是总统府啊 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和监察院 这些中央机关呢都是位在中正区 那交通层面呢 是可以看到像台铁高铁 捷运还有客运汇集的台北车站 那当然竹坊不及被载还有很多地方 我们就没有再细题了 那我个人比较熟悉的是重庆南路 在行侠的时候呢会到那边去找一些书来看 虽然说那近几年的书店是越来越少了 但总而言之呢 中正区的文化底蕴还是非常的豐厚 所以要进行这一种城市巡礼的活动呢 也是非常适合的 只不过呢 因为最近的天气慢慢变热了 所以如果想要参与这样子的活动啊 要特别助理防晒 希望今天中正区历史古籍小虚历 有带给大家一些有趣的说话 我这是去走这个啊 你有热爆吗 热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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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给你看这个 你看第一次盖 失败 好烂哦 第二次 超烂 失败 再盖一次 还是失败 但我最后会怎么样 我不放弃 我盖了第四遍 它成功了 这代表什么 我们历经很多次的失败 但只要你不放弃 你就很有机会会成功 我们从即将当中 可以获得这样的人生的大道理 这样是不是很正向 让你都觉得说 好像盖章是很有人生体悟的一种事情 那即将活动呢 是到五月底结束 不过后续呢 还是会有历史复活节 跟相关活动 一直到八月份的时候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欢迎到官网查询 订阅 按赞和分享 以后开启小铃铛 才能收到新片通知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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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